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 中共政权渐渐失去了弹性和愣景 呈现出明显脆淡的特征 原因在于习为阻止中国爆发颜色革命 从而失去政权 终结了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 而开始返回毛泽东的极权主义道路 而极权主义国家的结局只有一个 那就是脆断 邓宇文先生在文章 《中国内部溃乱的状态评估》中指出 多年来很多人喜欢用溃败 以此来形容中国社会的状况 今年的情形更加严重 很多人认为这中共政权活不了几年了 不过邓先生更愿意用溃烂来形容目前的阶段 在他看来溃烂虽然也表示 社会机体出现了普遍细胞的蜕变和坏事 可维系社会运转的组织体系还大体在发挥作用 并未到运转完全失灵 以推就倒的地步 等哪一天这个政权从下到上 整个体系航换了社会大面积的反抗 才会真正到来 当我们讨论中国的内部溃烂现象时 也需要说明它并非是习时代出现的 胡锦涛的后期就已经很明显了 那时政治僵化到很突出的程度 党内外全社会都等着习上台刮骨 疗毒 习也确实想拯救中共 改造中国 只是十年下来 他呀开错了药方 也吃错了药 致死内部溃烂 一日胜一日 三中全会是习试图在改革的旗号下 对中国内部溃烂 做一次最新的治疗 可从舆论反响来看 效果实得其反 以绝对权力打致权力失控 习自成为中共领导核心后 就拉开了和其他政治局成员的距离 这种情况在二十大达到了顶峰 凌驾于党中央之上 变成了一种绝对的权力 是没有皇帝称号的皇帝 目前貌似有所削弱 但依然高高在上 习近平特使的称呼 表明了这一点 最高领导人特使外交 在各国外交的一种虽不常用 但也是正常的做法 可惜将特使外交变成了一种新常态 动不动就要某人充当他的特使 出发他股 频率非常的频繁 前些年作为习特使的领导干部 一般是部长 有时也是人大副委员长 政协副主席或副总理 可今年以来 连王滬林 韩正等常委级别的领导 也都以习的特使身份出访 这就非常不正常 表明最高权力严重失控 共产党根本没有力量来约束习 权力失控 就以本意来说 市值内外都没有约束 在过去权力虽然没有外部的约束 但内部还是有一定的约束 包括最高权力 比如邓有陈云 江有胡 有元老 以及其他派系力量的制衡 但习完全没有制衡他的力量 表面上看 习才拥有绝对权力后 政令能够得到贯彻 实际上 把对他的服从 变成了一种形式主义 集体躺平 官员队 没有几个人 真正在为这个党 这个国家认真做事 大家都抱着敷衍唐蛇的心态 只求不出事即可 国家利益 人民利益 甚至体制利益 都不是他们考虑的出发点 官员的精神面貌 并没有改变 各级权力依然不受控制 为了明则保官 不干事 无所作为 甚至不惜出台 压制性的政策 何举措 从权力的责任 和实贞效果看 这种现象 可以称之为 反向的权力失控 二 反腐败与腐败 并加齐驱 腐败正是权力失控的结果 吊诡的是 习的反腐力度 全所未有 然而 从官方的统计看 在2018年后 当局每年查处的官员数量 尤其是中管干部的数量 反而一年比一年多 比如 今年前七个月 已有38个中管干部被调查 其中七人为正部级 这个数字 超过了去年的全年 党政如此 军队腐败 同样严重 去年爆出火箭军腐败窝案 和前后两个国防部长 落马 正是了军队的腐败 一点也不亚于党政口 习反了十年的腐 落马官员 年年年多 说明在一党一人的体制下 腐败无法得到有效的一致 不管中共内部建立了多少反腐机制 原因在于党专政不允许外部监督 当靠内部监督 不可能治理腐败 而一人统治 反腐目的服务于最高统治者需要 一方面 为了证实一人统治的合法性 反腐就不能放松 另一方面 反腐又不能游审一人政权 导致统治松动 这两个目的具有内在的冲突 决定了腐败不可治理 三 意识形态僵尸化 中共意识形态已经完全僵化 完全失去了对群众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但这不是意识形态本身的过策 而是这个党在沦为习的道具后 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中共号称革命党 革命党的专长是富有鼓动性和号召力 能够动员大众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 去奋斗甚至牺牲 但前提是有一套蛊惑人心的革命理想和意识形态 中共过去在干革命和搞文革时 有这一套改革开放后 政治实用主义取代了革命的激情 党的意识形态回归平隆 逐渐僵化 习确立起他义人统治后 党的意识形态完全失去了弹性 变成了极其恶劣辩护的僵尸 四个意识 四个自信 两个维护 两个确立 既是咒语 又是病毒 要用它来灌输和传播给党员群众 试图彻底洗脑他们 成为习的顺服工具 不允许和当局的看法和主张有半点差词 哪怕是当局的吹鼓手 除于爱党的考虑都不行 比如胡锡进偶尔会说一两句 和当局不同调的人话 也遭到了禁言 甚至被一些爱国群众打成工资 足以显示中国内部溃烂的程度 是社会信心坍塌 政治专制经济萧条 自由受限 这是中国当下的现状 对多数中国人来说 当他们意识到这种状态 在未来十年不但不能改善 还有可能继续恶化后 本能的反应就是焦虑 对未来信心崩溃 今天从底层到中产阶级 从党外到党内 从知识阶层到企业家 从普通公务员到中高级官员 能够感受到一个共同特征 那就是焦虑 既看不到个人的前途 也看不到国家的希望 失业的威胁 收入的下降 养老金的减少 沉重的房贷 这是很多中国人 每日都要面对的现实 官员则是无休止的 政治学习 核对领导人忠诚测试 以及反腐压力 企业家也好不了多少 执行周转困难 已经破产 和面临破产的威胁 知识分子 更是苦于 不能说话 人们厌倦的 官方虚假的宣传 想改变命运的 要么移民 要么偷渡 想办法 论出中国 不想改变命运的 要么被迫 要么自觉躺平 现在看来 中国社会的信心危机 至少要持续到习下台 但他什么时候会下台 谁也不知道 从三中全会看 场落他身体好 再干十年 也是有可能的 因此 最煎熬的时候 恐怕还未到来 五 底层互害 报复社会 近几年来 中国发生了多起 原本不认识的年轻人 通过网络相约 自杀事件 以及恶性 行凶案件 后者 还波及到在华的外国人 无论自杀 还是行凶者 基本都属于 社会的底层 从社会学来看 是社会弱者 或失败者 虽然每起案件 具体动因不同 但这么多案件 集中在这几年发生 理所当然 反映出社会 严峻的问题 在这下案件中 不难知道 是他们对于 自身命运的绝望 认为无力改变现状 才选择了自杀 和谋害他人 尤其是那些 对无辜者 无差别行凶的人 一般都遭受到 某种明显的 或者他自认为 明显的不公对待 在向当局和社会 属出救济渠道 无果后 就萌生出 极端的反社会的心理 行凶杀人 报复社会 这类人 一旦产生这个念头 报复谁 都不是目的 报复的本身 才是目的 而在现实中 这种报复 更容易指向 和他同为 弱势者 或者比他 还弱的群体 因为强者 有更好的 自我保护 从这个角度看 社会互害模式的出现 使民间 对体制不公 用一种畸形的方式 进行自我的 纠偏 六 监控自国 上述分析 五个方面 可以归咎为 习近平政权 对中国社会 治理的失败 2013年 十八届 三中全会 习把社会 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的 现代化 作为当时改革的 目标任务 今年的三中全会 依然是这个改革主题 可是过去了十年 当局 在社会治理 现代化 问题上 基本是 无功 而返 事实上 社会治理 还在恶化 对官员的治理 当局 激起 政治惩罚的 大棒 施以 政治高压 并用于 反腐 来 恐吓 他们 对民众的治理 当局 以法治之名 实际上 采取 简单 粗暴的 刚性 维稳 用警察的力量 和专政工具 来压制 大众的不满 因为意识形态 空洞的缩教 早已破产 而经济的萧条 也让当局 没有多余的钱粮 来分给大众 值得依靠 抢制 但不管 对官员 还是对民众 当局 必须使用一种武器 那就是监控 它得益于 现代科技的发展 当局在监控 这一点上 基本做到了 无实角 几十亿个监控头 将每个中国人 都变成了 没有隐私的 透明人 正是由于 高度依赖 数字技术监控 中共的治理能力 也就变得 更为低下 和野蛮 从上所述 中国社会 在习政权的治理下 呈现出 严重的溃乱 并正在向 相反的方向 发展 绝对的权力 带来绝对权力的失控 反腐败 加剧了 社会的腐败 中国呀 就像一个病怒 高慌的病人 但正是 这种无希望的溃难 于是中国 政治变局的到来 正如徐章运教授所言 够了 这伐媒的造神运动 浅薄的领袖崇拜 够了 这无耻的歌舞生平 肮脏的鲜脸寡致 够了 这萧萧漫天的谎言 无边无尽的苦难 够了 这嗜血的红朝政治 贪得无厌的党国体制 够了 这些年来 荒唐错了 一步步的倒行逆施 够了 这七十年的 尸山血海 耿古未见的 红色 爆纸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收看